这庙已经50年的新北市淡水益山吉应庙 在安座50周年庆典中 再度捐赠了一辆富康巴士给新北市政府 这已经是近5年来 庙方所捐赠的第三辆公益车辆 身兼志工和吉应庙副总干事的 詹淑妹女士她表示 希望借由这样的行动抛砖引玉 让社会更加充满温暖 为了回馈帮助社会 新北市淡水区益山吉应庙 过去5年捐赠过救护车富康巴士给新北市政府 而日前吉应庙举办安座50周年庙庆活动 而总干事兼志工詹淑妹 再度以庙方名义捐赠一辆富康巴士给新北市政府 由秘书长邱敬斌还有社会局局长代表受赠 而总干事表示 以前受到吉应庙宝一尊王的帮助 让他度过难关 现在更要将自己成为帮助需要者的贵人 捐赠富康巴士来回馈社会 我非常感谢宝怡尊王 申国夫人宝怡大夫 一直以来对我的保佑 然后让我有那个能力 我觉得他们以前是我的贵人 那我现在有能力 我希望成为别人的贵人 那我也希望能抛脏以欲 然后大家能一起来做这样的爱心 很高兴今天有很多的贵宾都能来 那我也希望大家有空都来庙里拜拜 副总干事詹淑妹年轻时遇到困难 有一次连孩子的学费一千多元都拿不出来 在与庙方结缘后获得许多善缘帮助 因此生活经济改善后也尽量回馈社会 由于他父亲生前因为喜盛 曾经搭过富康巴士就医 因此在107年捐赠救护车给消防队 接着在110年再以庙方名义 捐赠一辆富康巴士给师傅 这次借由50周年的庙庆 再度捐赠第三辆车 希望能够造福更多行动不变者 今天我们曾淑妹副总干事捐赠了富康巴士 尤其是我们403万的市民 其实我们总共的目前的富康巴士 从95年只有20台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有755部的富康巴士 那其中大部分的富康巴士 有684部的部分 大概就是由民间来捐赠 所以非常感恩吉英庙 以及我们曾淑妹副总干事的捐赠 他在五年内捐赠的三部 过去曾经因为自己也曾经 在整个生活不顺遂的情况底下 但是发心行善 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捐赠 可以说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典范 新北市政府表示 新北市在各界的帮助之下 富康巴士从95年只有20台到现在 来到755部的富康巴士 而其中有684部都是由民间来捐赠 这次透过吉英庙五年内 三度捐赠车辆给新北市政府 可说是非常不容易 而吉英庙供奉宝宜尊王 是淡水地区的信仰中心之一 且长期投入公益 每年中原普渡过后 都会将信众的公品分送给弱势家庭 而此外秘书长也表示 借由这一台捐赠的富康巴士 希望可以搭到车的人 都可以获得宝宜尊王的庇佑 永保身体健康平安 记者许多人一代谁采访报道